中文字幕 李宗盛 有一天耶稣站着龙仔 进了去耶路撒冷 大家都挥手 欢迎耶稣 我们又将衣服衣服在地上 大叫 罗撒冷 罗撒冷 神记如是 圆来是罗撒冷 地球主 请救我 是耶稣和他的门头 一层的最后一马 他们又坐在一起 随着他们最后的晚餐 耶稣 你们以后每次吃饭 都要记住我 吃完饭之后 耶稣去了 赫西玛利园祈祷 不过 罗撒和龙仔都睡着了 耶稣祈祷完图之后 地士兵就来捉走耶稣 接着不好的事就发生了 耶稣说 我是神的乙子 地士兵就要把耶稣 钉上十字架 耶稣的妈妈和他的朋友都很不开心 因为他们很爱耶稣 虽然耶稣死了 但是他是很愿意的 为了在圣面我们的罪 他们把耶稣 在十字架里放下来 放了在一个毛鱼里面 然后找个大石 关着个门头 所以没有人进去 到了星期六 大家都很不开心 很害怕 星期六 有些耶稣去了 那个毛鱼里面看看 他们发现 耶稣不见了 那个毛鱼太空的 有一个天使 告诉耶稣 耶稣已经从死里覆没了 耶稣告诉门头 这个好消息 但是门头不信 耶稣突然间出现了 大家都被吓成 但是又很开心 大家叫回耶稣 真的好开心 他们就可以跟耶稣相处了 四十日之后 耶稣要走了 他走了在山顶 跟所有朋友说拜拜 有一天我会回来的 我走了之后 你们要去周围 跟人们说我的事 说完之后 耶稣就升了圈 回到天家了 我知道耶稣爱我 要爱我家人 还爱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准备去慶祝福活节 在福活节的时候 我们会跟耶稣说 大神也上 安安也上 安安也上 我好换就好了 我好看 你今晚安 你最后看